习近平说面对和平还是战争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 和平共处五原则的精神内涵 也就是准备用这个手法呢 去拉拢第三世界的国家去对抗欧美 他每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的时候 都有一个国内跟国外的考量 习近平这几年整了多少将军呢 一百多个将军 一个连 这些将军可以关在一起 关在一个连变成将军连 怎么这么多人都现在还想反对我 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 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 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在最近有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这个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和平共处五原则 那甚至他们要成立一个 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那也希望透过全球南方 这个研究中心提供许多青年 这个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奖金 到底什么是和平共处五原则 我想我们今天就好好在节目当中探讨 那很开心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 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 明居正博士 明老师来帮我们解读 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听到习近平口中说出和平 这个这件事情真的是 大家会有非常匪夷所思 因为一直以来中国都是战狼的外交 现在他上台之后也天度人愿 激起了反而全球更大的这个集结 民主国家甚至更了解中国 对于全世界所扮演的这些危害的一些角色 那突然这个说出这个和平共处五原则 大家当然会很好奇 这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70年来说来话长 严格说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今年来庆祝 他应该等到明年才庆祝 那为什么呢 当然这句话他们说 而且现在提出70周年 准确说是71周年 但真正在国际上被认可 还得在一年时间 中共不是1949年建立政权吗 1949年10月1号建立政权吗 建立政权之后呢 很快他就跟周边要去改善关系 第一个在这个提出场合呢 是1953年跟印度呢 谈什么呢 谈西藏问题 谈西藏问题 那时候中共说和平解放西藏嘛 然后西藏原来签订是一个和平条约 最后呢在59年四合和平条约 然后就进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 这个共军全面进藏之前 那么也就是说印度呢 他是在这个 印度跟中国在 有点像争夺西藏的味道 而西藏在民国时期是个半独立地区 我们说西藏蒙古两地方嘛 也就是给了他比较大的空间 给了比较大的自治权 你要说的话那就是一国两制了啦 那真的是一国两制 因为民国政府比较宽大 对西藏蒙古两地方呢 允许他们当地的人用当地的律法 跟当地生活方式呢去统治他们 也就是中央政府对你们呢 不做这么严密的管控 这个政策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清朝的政策 但清朝就是因为国力比较强大 所以对这地方抓拿抓得比较好 然后他又有和亲政策 然后又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 他尊风这个喇嘛嘛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满清对于笼络少数民族 他自己是少数民族 对笼络少数民族来说 他是很有他一套手法的 好了所以到1949年 这个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呢 他跟周边要建立关系呢 他就要考虑我要建立什么关系 大家不要忘记中共是个共产政权 他原来的目的是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推翻所有现在这些国家 然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 他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第一你这样想 第二呢你把国民政府推翻了 你闹了一个所谓的革命 大家眼里看说你是个革命政权 那问题是你是指在国内革命呢 还是你把革命输出到海外去 周边国家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好那所以他就必须要安抚周边国家 因为他实力还不够嘛 还必须要安抚周边国家 后来又很快爆发了韩战 那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你跟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 跟美国打了仗 你跟警察国家打仗那你就土匪了呀 所以大家感觉就是这样 那他现在就是说那我得安抚你们一下 那怎么安抚呢 我来跟你们说一些好话 说一些甜蜜的话 所以1953年呢 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来呢 跟印度去谈西藏文的时候 他首先就提出了这五句话 当时的原话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第一点叫做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那就是几个字 第二互不侵犯 第三互不干涉内政 第四平等互惠 然后第五和平共处 一共五点 所以叫和平共处五原则 好那这是1953年年底啊 谈的是1954年6月份 周永兰呢 又用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呢 访问印度跟缅甸 然后印度呢跟尼赫鲁谈了 缅甸呢跟俞鲁谈了 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 然后联合声明都带了这和平共处五原则 为什么会带呢 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所以53到54呢 他接连讲了在比较这个国际场合呢 讲了两次 那为什么我说在55年才真的特别值得纪念呢 55年4月份的时候 印尼呢在这个万龙 在印尼的万龙 召开了一次这个29国的一个会议 那简称万龙会议 万龙会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就是全世界的亚非拉国家 当时很多国家还没有独立了 他把基本独立的国家 少数几个未独立地区都请来 29国家开的会 他的会的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反殖民跟反帝国 印尼是被荷兰殖民的嘛 对不对 然后亚洲很多地方是被英国跟法国殖民的嘛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 这些殖民国家有的想回来 所以这些被殖民或前殖民国家 有的不愿意他们回来 那就要开个大会去抵制他们 那么要抵制他们就光凭我们这小家伙不够了 所以就把中共请来了 中共请来之后呢 说那我很支持你们了 那本的统战的考量 他说这样好不好 咱们把和平共处五原则提出来 然后大家一同来看看行不行 所以提出来之后 这些国家为了反对这些 英法德这些前帝国主义国家 大家觉得很好 通过的东西叫做 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 简称万龙宣言 万龙宣言就包含这五原则 那为什么我说中共如果要真的要庆祝 要纪念应该是明年呢 因为这是第一次 中共在国际上大型的国际会议的舞台上面 提出的东西 而被大家所认可所接受 前面那两个当然也蛮重要 但是个别是个别国家 说起来重要性比较低 那这个是跟二九国 然后跟亚非拉一起去反费 反殖民反霸权反帝国主义 说起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好那么所以我常讲 我说中共事实上你要注意看 中共自己在一些历史课本上写说 我们真正提出 讲的是1955年 所以你如果说70年的时候 2025年那应该是明年嘛 那今年为什么要提呢 我们讲再说它有原因的 好那么这个是当时提出的原委 从53到54到55 那三年分别讲出来了 后来中共自己回去看看 发现说自己有点不妥 可能需要修改 第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后来改成了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完整 的完整 好这第一个 第二有一段话不叫平等互惠吗 然后改成平等互利 平等互利 那这点呢跟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五原则跟台湾有点关系 我们看今天谈不谈得到 所以换句话说这东西出来呢 是53 5455 中共刚刚建国完没有多久 然后打完韩战 韩战刚刚结束 然后跟美国签了一个 这个停火协定 然后最后拿的东西出来 也就是说 它第一次真的在国际社会上 以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的姿态 开始活跃 提出来东西 但从一开始就难道提出之后 这70年难道都没有试图 真的想扮演好的这些角色吗 应该这样说 你要知道共产主义是带有扩张性的 对不对 一个扩张性这么强的意识形态呢 你要说他 在这时候他讲 怎么会第一个绑住自己手脚的法条 换句话说就是 当我实力不够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话 当我实力够的时候我就不会说这个话 好 那么我们就回头检视一下 因为这个题目是可以写博士论文 所以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只简单讲一点 5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中共尤其在毛泽东统治下呢 他有很大的野心 我要把共产主义的项外去扩张 对 他这个都讲过了 所以北边呢支持北韩去打韩战 南边支持呢 北越去打越战 然后呢在周边国家呢 送进了很多这些红色代理人 也就是你们当地人有相信共产主义什么 我帮你培训 我培训共产主义小组 甚至我提供武器呢 帮助你们进行武装叛乱 所以你说周边国家相不相信 不相信 但周边国家为什么牵的东西呢 牵的东西用牵下来之后 拿你的话去绑你的手脚 让你不敢干这事 否则回头来说 在1965年 印尼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排华活动 因为印尼当时发现说 你中共说一套做一套 你说和平共产原则 只有你在这边呢 搞了一大堆这个印尼共产党 很多呢还是华人 所以变成我没办法了 我必须排共 那排共难免就是因为分不清楚嘛 所以就排华了嘛 所以它其实闹了很大的风波 那段时间呢 中共在东南亚呢 这很多共产活动呢 或者说左派活动呢 鲨鱼而归 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落实 严格说它是没有落实 但是呢 它是必须这样说 因为它不这样说的话 它就说 我现在就要扣张就轻轻 那大家不吓死了嘛 说了嘴巴上说的是甜蜜的话 但手底下呢 动了手脚呢 很沉重很黑暗的 不过中共的确有过几个场合 在继续说的东西 比如第一次1957年 莫斯科不是去 毛泽东不是去莫斯科吗 然后他就特别在那里面讲说 中国坚决主张 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主义原则 那时候史达里已经去世 然后他输贡了三头马车 打了基本上分一个这个结果出来 赫鲁晓夫这个冒出来了 然后呢 他现在要跟他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等会来直说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重要场合呢 大家猜不到 他跟美国讲的 他跟美国讲的 1972年尼克森跟基辛吉不是又访问大陆吗 然后不是签了上海公报吗 上海公报里面就有这和平共主义原则了 所以这是第一次中共跟美国签东西 然后美国把中共的一个原则 原封波动的搬进双方的文件里面来 这是第一次 所以对中共来说这是个外交上大胜利 表示我提出的一些原则跟观点 连美帝国主义都接受了 都认我我讲的有道理 所以这个对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第三呢是1974年 邓小平呢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强调说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要建立在和平共主义原则基础上面 那在这个时候讲呢 就跟在上海讲的有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时间只差两年 上海那个时候1972年呢 三年的文革刚刚结束 然后十年的文革呢 还有个七年要走 那个时候正好是四人帮乱政的时候 而毛泽东呢希望说 借着跟美国突破关系 让他转移视线转移焦点 不要大家担心的是 你看我们跟美国的建交 当然美国现在都来求我们了 所以你看我多大的成就 希望大家把文革忘掉 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74年是他进了联合国了 进来三年了 三年之后他觉得 他的语意比较丰满了 那现在呢我要提出一些东西呢 让我来指导 或者说叫什么呢 指明世界发展方向 因为今天的话来说 所以这是74年 再一次比较重要是1988年 当时也是邓小平 那身份不一样了 军委的主席 然后他说要用和平共处原则呢 做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那么坦白说呢 他这些时候提的东西呢 应该我们先回头这样讲啊 我会认为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他原因的 所以很特别就是我们常说 这个中国只要这个中共说 现在要喊什么口号 就代表现在他就是明显的缺什么 但中国为什么这么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再提一次 然后这些重提的部分 到底大家就会好奇 是因为有面临什么歪顾的压力 想转移什么样的焦点 或者是对内的宣传 或者是对外的宣传 老师怎么看待这个 看起来有个频率若宜 刚刚我们看到的时间点 一段时间就被提出 一段时间就被提出 这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 一个脉络有机可循呢 我觉得是有 那在讲这之前 我们得回头提醒大家一下 那有人可能注意到说 在中国大陆的宪法里面 的确写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所以这是一个国策什么等等 你不要忘记 你去翻译中共的宪法 中共的宪法对人民权利的保障 显得是非常棒的呀 非常棒的 基本上巨细迷意啊 你的什么工作权什么等等 全部都有的 问题是他拿点落实了 他拿点落实了 所以有人说 和平共处的原则 写在宪法里面 所以知道他国策什么 那是鬼策了 真正国策什么 共产党远远不要失去权力 那才叫国策 那才真的他要抓的东西 但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会提出来是有原因的 我刚刚也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说他1949年建国吗 建国就没多久呢 50年就开始打韩战 韩战打到1953年的7月份才停下来 所以三年时间就干的是 同时他消化内部 什么叫消化内部呢 发动五大运动 什么抗美援朝啦 三反五反啦 什么土地改革啦 然后这么这个 再来就是思想改造等等 或镇压反革命 那么也就是说他分五条战线的 整理内部的这些 可能不可靠的或不稳定的一些因素 而且他的这不可靠不稳定的因素呢 在民主法治国家是以行为论罪 也就是不管你想什么 你说什么 你做出来了犯法了 那我才办你罪 这比较进步国家这样做 中共不是 中共就是我以身份定罪 我以身份定罪 我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 你想什么做什么我都不管你 有没有做我都不管你 只要你有这身份你就有罪 这是在中国法律史上 甚至在世界法律史上 都是比较残忍的方式 好 那重点就是 他要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去巩固权力 那么53年我刚刚讲说 跟印度去谈西藏问题 因为他觉得西藏不稳 然后西藏有可能呢 导向印度 或印度可能染指西藏 所以用这个来绑住印度的手 对这个印度 然后再对缅甸 那55年的万龙会 我刚刚讲到重要性在哪里呢 中共第一次参加比较大型的国际活动 跟国际场合 然后在这个打完了韩战了 现在说经济建设了嘛 第一个五年计划 开始经济建设了 要经济建设 你就需要有比较成平的国际环境 就不能太过动乱 翻成白话就是你要有一套比较好的 比较可信的牧林政策 那么拿出和平共处原则 在万龙会议上面 在一个国际场合上面讲 跟二九国家讲 全世界都在这边播放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你真的想休养生息 你不是在扩张 不是在干什么 所以大家相信你 至于说最后怎么样 那另外一回事情 好57年我刚刚讲了 面对苏联老大哥 史达林刚刚去世三年 赫鲁晓夫跟那什么 戈锡金跟那个包格尼 兜兜兜兜了 兜了三年下来 赫鲁晓夫勉强斗赢站上来了 所以他必须要当着这个 苏联老大哥面说一说说 咱们和平共处吧 那为什么和平共处呢 希望你不要欺负我们 因为你毕竟是比较强大的 大家不要忘记 中共从建党第一天开始 接受苏联的援助 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援助 所以这时候他对苏联老大哥 是毕恭毕敬的 这时候是1957年 当然过后了呢 这个毛泽东为了要争 要跟着赫鲁晓夫争 共产世界的领导权 双方闹翻了 那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 闹翻了之后呢 就要另当别论了 好那这个我们长话短说 后来中共内部卷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呢 从1965年搞到这个1976年呢 前后来 连头代委其实是12年 但大家一般通证文革10年 74年的时候 文革的第一波刚刚结束 没有多久 内部的情势呢 还相当动乱 动乱到什么地步呢 动乱到毛泽东认真 想说 现在这个样子 将来会出什么问题呢 怕军权 怕地方军权割据 所以在7374年呢 毛泽东一口气调动了 几大军区司令员 而且说立即生效 就是各大军区司令员 除了一个好像没有动之外 其他军区司令员 带一个秘书 给你调到别的军区去 那个军区比如假军区 调乙军区 乙军区叫丙军区 丙军区叫丁军区 这样这样轮掉一圈 好像只有一个没有动 然后军区司令员 只许带一个秘书上任 而24小时内暴到 为什么 我怕你造反 我怕你造反 所以就这样调动了 这件事情呢 坦白说跟邓小平有点关系 因为邓小平那时候 二上二下嘛 刚好这个复出 复出就传说在中南海呢 跟毛泽东在聊天 他毛泽东身边 除了邓小平之外 还有一个当时当红得令的王洪文 那三个人据说在那边聊天 然后说毛泽东问 你们觉得现在文革过后来些怎么样 王洪文说 哎呀海燕和清天下太平 邓小平不不不 他说这情势危急 恐怕有军阀割据的危险 毛泽东大为战场说 你这个是这个什么南朝流域还是的看法 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很有道理 没两天就开始掉动 所以现在这时候为什么讲呢 因为三年文革结束内部还不太稳定 那你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也不需要国际搞你 所以这时候讲讲这话呢 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和平共处 那再来其实为什么1988年提这东西呢 那时候1985年苏联呢 两年死掉三个总书记老死的 鲍格尼 然后再来是安德罗坡夫 然后再来是这个切尔年科 三个轮流过世了 年纪就太大了 就决定说提一个年轻人上来 那人叫哥巴奇夫 莫斯科市市长 然后瑞格新 好吧他上来要革新的时候呢 就推动非常大胆的改革 几乎是赫鲁晓夫以来最大的改革 所以他改革的时候呢 苏联内部当然也开始有很大的变化 那重点什么呢 旁边的东欧国家都心动了 大家想说苏联老大哥改革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他改革呢 所以他就派人去问 那最后得到结论是 你们也可以改革 所以他很高兴就回去改革 这种共产世界或这种专制政权 你不放松就没事 你一放松就开始不稳 所以85年 哥巴奇夫上来 8687这些周边的国家问完之后 大家都回去改革 88年就看到 有些国家开始动荡 开始不稳了 最不稳是谁呢 团结公联 波兰的团结公会 我们叫团结公联 我们叫团结公会 所以当时的东欧已经开始 这个山雨欲来丰满楼 波兰也好啦 然后这个有些国家呢 已经开始有内部这种 这个蠢蠢欲动了 邓小平看见这点 所以他提出和平共处原则 就是告诉他说你们局势要稳定 而当时美国的总统叫老布希 老布希也站在前后提出说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因为他也看懂了 他看懂了说 哥巴奇夫真的想改革 这个我们还不能说 他否定他的努力 这是真的想改革 我们是不是帮他推一把或怎么样 大家不要忘记啊 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是 哥巴奇夫跟叶尔青在内部选举的时候 美国总统过去帮过忙的 帮他站过台的 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他讲的话呢 一方面也是呼应老布希 二方面就是 他也真的是看见未来的局势呢 他先做准备 也就是告诉内部说 三宇欲来丰满了 我们大家做准备 但是呢我们对外 必须要用文宣的去稳定的局势 免得局势反复来冲到我们 我们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问的问题很精彩 他每一次提出和平共主委员 这时候都有一个国内 跟国外的考量在那里 是哦这个让我想象中有画面 就是那个做坏事 打了人之后就说 我们现在开始不能出手打人 打人是小人 我觉得这个中共 他蛮常用的这种伎俩 那当然老师刚刚也提到 每一个在提出都显然有他的目的 要解决问题 有可能对内有可能对外 大家就会很好奇说 那现在习近平大张旗鼓的 又说了这个要来这个遵循 然后这个希望大家来这个推动 和平共处的委员者 老师您觉得他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这样提 因为如果看时间点 上次老师说的1988年的时候 到现在隔了还蛮久的 这大概是30年左右的 为什么突然又再提出来呢 当然中间也讲过 但就是场合没那么重 那么这一次是借着70周年的 民意讲话 但你严格说呢 如果是1963年提的话 那是71年了 如果说你要到1965年 在万能会的话 那现在是69年 你夹在中间的不上不下 怎么说都不太对 所以为什么在这时候说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我先说一下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说了什么 有一段话很精彩 我读给大家听 习近平说 面对和平还是战争 繁荣还是衰退 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弘扬 和平共处五原则的精神内涵 朝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崇高目标不懈努力 很好吧 以作文比赛来说 这个都是应该得高分的东西 没话讲 那现在问题是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所以你表面上大家觉得说 他是觉得说乌克兰战争打太久了 希望说能够和平解决 然后中东战争也打了好几个月了 也希望和平解决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大家这两天才发现嘛 哈马斯不是发布了一段影片吗 中共的工兵在帮他解除攻势 那你说你说 中共是在这个推断和平吗 还是说帮忙打仗 中共现在有骂美国说 就是你拱火交游 说这些战争没有结束 中共才真的在拱火交游 但是在拱火交游的时候 他就骂美国你拱火交游 大家就以为他不在拱火交游 就是这第一个 第二呢 他不但不希望说乌克兰战争 后中东战争这么快结束 他是希望再打久一点 再打大一点点 这样子呢 我或许可以火中取利 然后如果美国在动荡的话呢 那我甚至可以搞台湾了 但我觉得真正的关键点在于 我要对内 我要去应付内部 为什么呢 现在内部太困难了 内部怎么困难呢 我们刚刚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第一经济非常困难 第二财政非常困难 第三 内部最近整了这么多将军 现在我看到一个统计表 我还没帮他算完 到底正确不正确 有人发布了 习近平这几年 整了多少将军呢 一百多个将军 一个连 这些将军可以关在一起 关在一个连 变成将军连 这些将军连 理论上都是贪腐 但里面一定有贪腐的 有泄密的 有暗杀的 有政兵的 有干什么的 总而言之就是不被习近平所信任 所以你如果说你是习近平 你抓一百多个将军 你觉得说哇厉害了我的人 他又会说 怎么这么多人 到现在还想反对我 是不是 你可能这两种想法 同时会跳出来 换句话说 当你第二种想法跳出来的时候 就告诉 就你再提醒自己 其实我情是蛮危险的 居然有这么多人想要反对我 而且很多人还是我提拔上来 居然还要反对我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是内部的问题 再来国际上孤立了 我们讲过了 国际孤立了 所以国际孤立我要突破 突破怎么办 那就要讲一些甜蜜的话 这些就是甜蜜的话 所以你说为什么时机呢 和平共处五元 这为什么要重提呢 因为借这个题目 来讲一些甜话 然后希望能够突破 国际孤立的态势 那你刚刚前面讲到说 建立叫什么 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然后提供奖学金什么等等 对 对 这叫做世界农村包围世界都市 这是他们的战略之一 当然这个将来有句话 我们再详细说了 也就是准备用这个手法呢 去拉拢第三世界的国家 去对抗欧美 寻求欧美这个包围 它会封锁它突破扣 那我也必须说 它不是没有成果的 那这点呢 我们还得注意一下 我想听完老师所说的 这个中共所提的和平共处原则 我想大家应该 这个预防针打下去 可以来理解 这个我想是一个 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些议题 那我想这部分我想不攻自破 这个中国嘴巴所说出来这些事情 我想在世界各国里面 食言的厚黑 我们认为这种厚黑血 很大的代表 我想就是中共的这些政权 那说了我想我们还是小心 当然还是一样 现在其实台湾很怕的部分是内部不明了者 认为说中国提出了三议 递出橄榄枝了 那你台湾怎么还这么不四项 为什么不去这个接手 这个橄榄枝 然后为什么就在挑动这些两岸的冲突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问题 和平共处原则为什么可以给外国 可以给敌人不给台湾 对为什么 这是我想值得大家好来思考 我想今天很感谢明老师 针对这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认为这也许很多的朋友不会去注意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恰巧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事迹 是来检视中共政权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和平共处原则 虽然是他嘴巴的话 但却是最好我们拿来检测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的价值跟本质 应该很容易可以去检视出来 那就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 欢迎帮我们转传来 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还没订阅的朋友也欢迎帮我们点赞 再次感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老师我觉得刚刚到有个题目 我有点震撼是 排华过去大家认为只是单纯讨厌中国 比方说这个什么厂商生意抢夺 其实过去如果排华很多的背景里面有排贡 因为中共就做了一些不良善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是会让人恐慌 因为的确西方人是分不清楚华人的差别 他可能甚至对广义的东方人 我觉得这可能中共现在不断 战狼衍生的问题会产生更大的这种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许多地方那种对于黄种人的 对于华人这些攻击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事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65年的一年排华主要是先是排贡 主要是排贡 因为中共的渗透太厉害了 所以这有可能真的会卷动 所以后来不只是排贡 他排华排得非常凶嘛 很多在印尼的华人被杀什么的 但是也没看到中共抗议啊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没处理好 我觉得是另外一波 大家因为对中共的讨厌 间接会去远行凝处了 我觉得反而是所有的一些华人 甚至东方人可能因此要去承接 他有不良三丈人的结果 六五年的排华之前 大陆有一些内政的消息是走出去的 比如说大饥荒 大饥荒有一些消息是走漏的 所以当地很多人 他真的不是共产党 他只是华裔而已 然后他对他们从大陆出来 而且大陆还有很多亲戚的 然后他想到大陆当时饿死人的情况 就像我知道我们老家饿死人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就想尽办法帮什么等等 那你去帮大陆的时候 你难免会多少经过官方 经过官方的时候 从印尼角度来看 就是那你就有共产党协议 而且加上那时候 这个共产党在印尼的确是搞事 然后又要推翻印尼的领导人 应该是苏哈托吧 就真的他们有扩张性 真的跟现在今天谈的部分是没关 对 他是有扩张性 然后最后人家就翻盘了嘛 就一举就把你全部扫掉 所以中共也从来没有认过错 这是他的对外政策的大事故 但是他从来没认过错 所以里面真的 我们今天话来说 这真的是祸害 真的就去衍生 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